香道掉口水的29道下饭菜 最后一道绝了 别道 很多人都以为 生炒出来的肥肠根本咬不动 那是你方法没有做对 以后就像我这样做 炒出来的肥肠脆嫩好吃 和豆腐一样嫩 油热放葱姜蒜煸炒出香味 再倒入肥肠 大火炒干水器 炒至表面微微金黄 这才是肥肠脆嫩好吃的关键 调味放盐和鸡精蚝油 一勺生抽料酒去腥 撒上青红辣椒和一把大蒜 翻炒一分钟即可出锅 就是这么的简单 天气寒冷了 一定要给家人炖个猪肚鸡汤喝一下 汤鲜味美 越喝越暖和 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 首先洗净的 凉水下锅 放葱姜和料酒 三件套上面压一个盘子 扣盖简单的煮上十分钟 这样猪肚才不会变色发黑 鞋成小条放入砂锅里 有条件的放几块老母鸡 加入葱姜去腥 均菇温水给它泡三十分钟以上 清洗干净 一起放入砂锅 有条件的多加一点开水 扣盖小火慢炖三十分钟 最后调味 只需放盐 撒上葱花和枸杞即可 冬天给家人煲一锅这样的猪肚鸡 汤汁浓郁 越喝越想喝 这道菜你可要看好 把虾放在豆腐里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小孩特别爱吃的美食 清淡又营养 嫩豆腐一分为四百入盘中 三块钱买了十只大虾 用我白嫩的小手 再给虾子开一下 再把去壳后的虾仁放在豆腐上 碗中打入三个刚满月的蛋 搅匀后加入1.5倍的温水 再把鸡蛋液淋入豆腐里面 水开上锅蒸十分钟 千万不要蒸太久 热油爆香葱花 浇在蒸好的虾仁豆腐上 淋白灼汁 味道非常鲜 这样做的虾仁豆腐鲜香嫩滑 全家人都喜欢 必死到 马上要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要做一道清蒸鲁鱼 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到底是新鲜汁 还是先浇油 今天我就把详细做法教会 首先准备十块一条的新鲜芦鱼 两面肉厚的地方 方便入味 清水中放葱姜 一勺盐搅拌均匀化开 再把芦鱼放进去浸泡十分钟 这一步能把鱼腥味去掉 还能使鱼肉更洁白 刷一层食用油 锁住鱼的水分不流失 一定要水开 上锅开大火蒸五六分钟即可 蒸鱼的汤汁非常新 倒出来不要忍 放上蒸鱼三丝 浇上热油 激发香味 淋入白灼之即可 碧五道 马上要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 做一道这样的凉拌皮蛋 寓意吉祥如意 年年有余 好看又好吃 首先皮蛋一定要冷水下锅 盖上盖 用小火煮十分钟 这样不仅容易包可 切起来也不会粘刀 先给它对半切开 然后另一半再切两刀 像我这样摆一个金鱼的造型 用小米辣做鱼的眼睛 再用香菜点缀一下 空碗中放葱花蒜末小米辣 一勺生抽 半勺米醋盐 和鸡精 适量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 调成蘸料之即可 这样做的凉拌皮蛋 做法简单 好看好吃 寓意还好 第六道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莲藕这样做香辣爽脆 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把莲藕切成丁 然后再切成片 水中锅开 加一勺盐和白醋 这样莲藕就不会发黑了 煮五十九秒捞出备用 二毛钱的五花肉下锅 煸炒出油脂 加姜蒜小米辣 一点老抽 一起翻炒出香辣味 翻炒一下 再倒入藕丁 一勺生抽调味 大火翻炒出外婆菜的香味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一七道 这个天是越来越冷了 家里还有咸鸭腿的你 就像我这样做 边炖边吃 越吃越暖和 首先准备两只风干的咸鸭腿 给它做成小块 再用温水浸泡三十分钟 大白萝卜切成四四方方的三角形杯 咸鸭腿冷水下锅 加料酒煮两分钟 去除适量的咸味 捞出控干水分 锅中油热 下入鸭腿 小火煸炒至表面微微金黄 这一步是越炖越香的关键 然后下入葱姜 小米辣 这里要记住 一定要加开水 没过鸭肉 调味加一勺鸡精 适量的生抽 扣盖中小火煮十五分钟 然后倒入白萝卜 继续炖十五分钟 最后撒一点青蒜叶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边炖边吃 越吃越香 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一八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 不能全是大鱼大 一定要有一道这样的香菇青菜 清爽简易 还能锦上添花 首先将青菜对半切开 香菇切小块备用 锅中水开 放入青菜 加少许盐和食用油 这一步既能入味 还能使青菜翠绿不发黑 烫个三十秒捞出 像我这样摆个花开富贵的造型 再把香菇焯烫一下 去除里面的草酸 锅中油热 下蒜末炒出香味 倒入焯好水的香菇 半碗清水调味 加半勺生抽 一点老抽调色 再来点蚝油提鲜 小火烧两分钟入味 再淋入水淀粉 大火收浓汤汁 浇在青菜中间即可 学会这个香菇青菜 过年回家你就露一手 青铬好友都夸你是大厨 很多人把鸡蛋干买回家 就知道凉拌 今天我这个做法 你一定要试一下 越吃越香 非常的下饭 鸡蛋干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油热 把五花肉里的油脂煸炒出来 再下葱姜蒜 豆骨和小米椒一起炒出香味 倒入鸡蛋黄豆芽调味 放鸡精生抽老抽 来点蚝油 一起翻炒至入味 最后再放一把韭菜 开大火翻炒几分钟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吃的你也在家炒一盘 给家人尝尝吧 毕时到 常听老姨被说 冬天多喝老母鸡汤 手脚不容易冰凉 就连保暖裤都不需要穿了 炖鸡汤你要牢记三个小技巧 油还不能大 炖出来的鸡汤皮脆肉嫩 汤鲜味美 关键还没有腥味 炖汤的鸡 焯水就是大醋 跟我这样用淡盐水浸泡十分钟 这一步可以让鸡肉软化变暖 去腥的同时 还能泡出里面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清水洗 直接倒入砂锅里 加入葱姜 一勺料酒去腥增腥 军菇用温水泡发半个小时以上 家里有条件的 多加一些清水 炖鸡汤切记 要开小火慢炖 这样用小火炖出来的鸡汤 还能清澈透亮 香气四溢 最后调味 只要加盐 撒葱花和枸杞即可 这样炖的老母鸡汤营养丰富 开盖香气四溢 保证你越喝越想喝 广东最爱吃的避风糖大虾 没想到原来这么简单 大虾先剪去虾头 挤出虾囊 再拉出虾线 再背部划一刀 处理好的大虾撒上一层淀粉 让大虾表面裹满淀粉后 油热下锅间 小火煎至金黄酥脆 撒上一包避风糖料 小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是做梦也没想到 五花肉这样做 不用烤也不用炸 简单做一下 外酥里嫩 竟然比脆皮五花肉还好吃 十块钱买了四条五花肉 放葱姜蒜 料酒蚝油 半袋椒盐粉 抓拌均匀 腌制二十分钟 然后去掉姜葱 放两勺红薯淀粉 再次抓拌均匀 锅中油热 把五花肉放进平底锅 全程开小火慢煎 煎至这样八面金黄酥脆即可 外焦里嫩 现在是孩子长高的季 我每周都会做三次裙带菜 山药肉丸汤 给孩子们喝 山药拍碎后剁成泥 放入剁好的肉馅中 加葱花盐 鸡精 胡椒粉 一大勺淀粉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砂锅炒香葱姜 再放入裙带菜 随便翻炒几下 倒入适量开水 不用等水开 肉馅挤成小丸子 下入锅中 给它煮熟 最后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再撒上枸杞和葱花 这样做的裙带菜 肉丸汤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快放下手机 给孩子做起来吧 全程手不沾面 也能做出外皮酥脆的 韭菜肉馅盒子 各个皮薄馅大 鲜美多汁 家人说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先把新鲜的韭菜切碎 放上一块钱的肉馅 虾胡椒粉 盐鸡精 蚝油生抽 老抽再放胡萝卜丁 拌均匀 饼皮就用这个 水开只需要蒸五六分钟就行 取一张放入调好的韭菜肉馅 像我这样的手法 给它卷起来 热油下锅 一咬满口爆汁 以后萝卜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去皮的萝卜 切成丝 加少许盐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挤干多余水分 前腿肉剁碎后 放入萝卜中 加香菇丁葱花调味 放盐和鸡精 五香粉 蚝油一勺红薯淀粉 抓拌成这种粘稠状态 腐皮上放肉馅后 像我这样卷起来 然后刷一点鸡蛋液 风口水 开上锅大火蒸十五分钟 切成小块后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用平底锅煎一煎 这样做的萝卜糕腐皮肉菌 外酥里面 以后梭子蟹买回来 不要总是清蒸了 早就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 蒜香浓郁 既简单又下饭 十块两斤的梭子蟹 打开蟹盖 砍掉大脚 用力拍一下 方便入味 再把蟹肉大蟹八块 油热倒入洋葱 炒出它的香味 放入金针菇 泡好的粉丝 整齐地摆上蟹肉 中间下入两个我下的蛋 铺上蒜蓉酱 淋上一勺生抽 适量的清水 后盖大火焖煮五分钟 有条件地撒上八十八颗葱花 这样做的蒜蓉梭子蟹 鲜香满 南瓜饼很多人在家做不好 那是因为你方法弄错了 今天这个做法比泡面还简单 先把南瓜削皮后切成小块 蒸锅上戏 开大火蒸二十分钟 蒸出来的水 倒出来不要紧 再把南瓜压成南瓜泥 再加入适量的白糖 直到揉成这种光滑偏软的面 再揪一小块下来 搓成饼状 先沾一遍清水 再均匀地裹上一层面包糠 裹成这个样子 六层油温下锅上 炸至两面金黄骨起 就可以出锅了 软糯香甜 你也收藏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十八道 猪蹄不要红烧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八块一斤的猪蹄 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煮39分钟 捞出过一下冰水 这样口感会更紧实 小米辣蒜末柠檬 倒入一包泰式酸辣汁 再来点香菜 抓拌均匀 这样做的猪蹄 酸辣过瘾又入味 第十九道 没胃口的时候 那就做这道酸辣爽口的凉拌金针菇 金针菇去根 根不要扔 水开下锅煮10秒捞出 加蒜末 小米辣 胡萝卜丝 黄瓜丝 香菜倒入凉拌汁 抓拌均匀即可开吃 哇塞太好吃了 第二十道 煮面就要简单 你就像我这样 先煎个荷包蛋 然后快速地加入开水 等这个水翻滚的时候 下入面条 有条件的放两片青菜 碗中放西红柿 葱花香菜 放入一勺虾皮 鲜味瞬间就上去 然后加点盐和生抽 两滴芝麻香油 最后舀入煮面的圆汤 就这样煮的虾皮汤面 既省时间又好吃 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以后山药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营养又美味 不喜欢吃山药的孩子 都会抢着吃两口 首先山药去皮 用波纹刀斜刀切成波纹片 水开放入山药 加少许白醋 这样煮出来的山药 不会发黑 而且更脆 煮熟捞出来 过下凉水 西兰花切末 油热 倒入山药西兰花末调味 加盐鸡精 开大火 快速地翻炒几下 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炒山药这样做 特别的有食欲 你也快去试试吧 家里有南瓜和紫薯的 就像我这样 做一个南瓜紫薯 外酥里糯 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首先 南瓜去皮切片 上锅蒸熟 紫薯压碎 加一勺白糖 再次搅拌均匀 南瓜里面 加两勺白糖 适量的糯米粉 给它抓拌均匀 揉成这种光滑的面团 揪一块下来 揉成面皮 放入紫薯馅 再包起来 压成饼状 先蘸一变清 再均匀地裹上一层面包糠 裹成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六成油纹 下锅炸 炸至浮起 即可捞出 简单美味又营养的南瓜紫薯饼 就做好了 你也去做起来吧 没胃口 不想吃饭 你可以试吃这个凉拌面 做法简单 下班回家几分钟 就可以轻松搞定 首先准备一点胡萝卜 黄瓜火腿 切成细丝备用 锅中水开 加一勺盐 然后放入面条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 才会更劲道 煮熟后捞出 别忘了用冷水过凉 不然面会坨 碗中依次放入胡萝卜丝 黄瓜丝 火腿丝 蒜末 葱花辣椒面 88粒黑芝麻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盐 白糖 生抽 陈醋 给它搅拌均匀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凉拌面 口感劲道 香辣开胃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告诉你啊 炒窝笋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就炒 那样就是大错特错 今天教你一招 炒出来的窝笋 脆嫩爽口 窝笋切成波纹片 再竖着切几刀 切成狼牙条 水开倒入窝笋 加一勺盐和油 这样烫出来的窝笋 颜色脆 不会发黑 油热放入蒜末 小米辣煸炒出香味 再倒入窝笋调味 加盐鸡精 白糖最后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这样炒的窝笋 脆嫩爽口 特别的下饭 喜欢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第二是我的 想吃麻辣香锅 不用去饭店了 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先把土豆切成片 水开放一勺盐和食用油 这是青菜脆绿的关键 把喜欢的青菜 煮两分钟捞出备用 再把各种丸子大虾煮熟捞出来 油热炒香葱蒜干辣椒 倒入一袋麻辣香锅料 炒香后倒入煮熟的丸子和青菜 翻炒出酱香味 最后撒上白芝麻即可出锅 麻辣鲜香 超级好吃 以后把这种草鱼买回来 不要只会红烧和清炖 今天这个做法很多人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首先把草鱼改刀成我这样 清水中加盐葱姜 放入草鱼浸泡个五分钟 这样做不仅可以去腥 还可以使肉质嫩而不柴 剁椒用清水冲洗一下 来降低咸味 放姜蒜 小米辣 葱花 豆豉 用热油炝香 再放鸡精 白糖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油热 把葱姜蒜的香味炒出来 放入海鲜菇 摆上我的草鱼 再来点豆腐 倒入半瓶啤酒后扣盖 小火焖十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草鱼鲜嫩入味 香辣过瘾 汤汁还可以半米翻拌面 想吃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以后评估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的自然瓶菇 做法简单 香辣开胃 还特别的下饭 首先瓶菇去跟撕成小半 水开下入瓶菇焯水一分钟 捞出备用 另起锅下蒜片 干辣椒炒香 再加一勺自然粉辣椒面 小火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瓶菇调味 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蚝油再来一把蒜苗叶 大火炒鱼 炒至入味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自然瓶菇 真的是比肉都好吃 你也快去试试吧 您知道这种千张 在家里怎么做才好吃吗 今天分享一个千张的 家常做法给你 非常简单 您认真看一遍就能学会 千张改刀切成菱形片 锅中水开 加一勺食用碱搅匀 放入千张 这样烫出来的千张口感 才能爽化 烫个30秒捞出 锅中油热 下葱蒜小米辣炒出香味 加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再加生抽蚝油 半碗清水 放入千张和木耳 加少许白糖鸡精 小火咕嘟个两分钟 带汤汁 再加水淀粉勾芡 最后放入青椒 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炒千张 嫩滑爽口 特别下饭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马上快过年了 香菇买回来 就像我这样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洗净的香菇 切成薄片 水开下香菇焯水 两分钟捞出 油热下葱蒜炒出香味 下焯好水的香菇 青红辣椒 调味加盐 鸡精生抽 蚝油大火 快速翻炒出锅 鲜香滑嫩又营养 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游蓄金或金融 做起来咨 Á 3 2 5 3